它比飞燃坛,比next hole,比直径轻 比ardius pro3和faint play的包裹好 比飞标future更软 去年我穿了20多双碳板鞋 但其实我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理想的那双比赛鞋 每双碳板都存在或这或那的问题 1月份我勾入了飞捧3 并在这次训练后我确定 它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比赛鞋 这也是天天跑频道 今天我们带来所看飞捧3的 训练分享 先报参数42码206可 偏小一码相当于是41码 开始讲之前我想先讲讲 它为什么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比赛鞋 跟其他碳板鞋相比 它比飞燃坛 所以它在各个层面上都做到了90分 比其他碳板是要更水桶的一个存在 并且在跑动舒适度上 它几乎做到了满分 所以它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比赛鞋 好了接下来具体分项来讲 我们先看鞋面 鞋面是全鞋身的大网眼 网眼之间有细沙线来连接保证强度 这样轻薄的鞋面 其实鞋身锁定很难做 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索康尼的跑鞋设计功底 中组的锁定确实不够 因为它也没有做很多压交去保证它的中途包裹 只有内侧有一个这样的大logo贯穿 那么它到底怎么解决锁定这个问题呢 可以看到它在前掌 第一组鞋带孔开得非常靠前 一般只有在阿迪德跑鞋上才会看到 这样有助于对你直骨的一个锁定 你绑定鞋带之后 前掌是积的比较牢固的 同时呢 后跟设计的比较高 并且有一个倒角设计 所以它对于你后跟的跟角性也是非常好的 解决了前掌和后掌的锁定问题 那么中足稍微松一点也没有那么大问题了 锁定做的比较好 同时它这个大网眼的网路延展性很高 所以它的穿着舒适度也是很好的 这个前面只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点呢 是它鞋舌很薄 你需要多调整一下鞋带来避免压你的脚背 第二点呢 是它的耐用性存疑 我看到有些跑友说跑了三四百四五百公里之后 它这个鞋面破了 此外我想讲讲这个配色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配色 越山向海配色 蓝色代表海 黄色代表山 我就是在一个三面缓山 一面缓海的城市长大的 然后看中底 中底是全掌的PowerRound PV中底 也就是朱力发炮的超灵界批坝中底 中底的离地高度是后掌40毫米 全掌32毫米 破刹18毫米 这个中底材料特点是密度比较大 所以它的弹性很好 抗栓解能力也非常好 就是重量稍重了一点 尽管它用了这么轻薄的前面 还是没有把这个鞋中压进200克以内 材料调校呢 是韧弹偏软一点点 碳板在中后段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前掌的存在感则特别强 弧度很大 能感觉到一个碳板在加速你的滚动 所以这双鞋的软硬评价是比较两极的 如果你是中后掌跑法的话 那么这双鞋可能是比较柔和偏软的 如果你是前掌跑法 就会感觉这双鞋有点偏硬 我个人呢是后掌落地的 所以这双鞋对我来说脚感很好 从高配速到低配速 都是一个比较柔和的脚感 并且很弹 是我穿过最舒服的朱力T8中底 并且弧度很大强调的更多的是滚动 所以跑较慢的配速也不会感觉到板脚 我穿这双鞋从530到400配速都跑过 都是一个相对柔和舒适的脚感 特别是在410到440这个期间感受很好 又软又弹很舒服 不过跑到三开头配速之后 这双鞋就显得有点过于柔和了 甚至会有点拖沓 所以我个人更建议穿上跑10公里以上的比赛 10公里以下的比赛偏硬的鞋子会更好发力 这双鞋的稳定支撑在碳板里面 算中上 虽然后跟港宝在横向没有什么强度 但是中底大底都有加宽 所以落地比较稳定 泡棉在足弓处也有一个上顶 虽然弧度不是很大 这双鞋的稳定支撑比不上 NEXT还有飞燃这一些竞争对手 但是在碳板鞋里面算还可以的 不是扁平足的跑友不需要担心 最后讲一下大底 这双鞋的大底抓地很不所抗力 我穿它有几次是刚下完雨 路上有积水 只要你不是特意去跑那种很容易滑的油漆地 那这双鞋的大底都是能牢牢抓住地面的 不过这个大底耐磨是比较差的 我大概跑了60公里 后掌外侧的细纹已经没有了 并且橡胶也感觉变薄了一点 后掌外侧的泡棉也有一定的磨损 可能两三百公里这个橡胶就会健体 我后续可能会考虑买个耐磨贴贴上 最后讲讲总结 这双飞喷在鞋面舒适度和中底舒适度上 都有很高的水准 唯一的问题是鞋底不耐磨 门槛低上线高脚杆软弹 它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双弹板鞋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索康尼飞喷3的全部体验分享 下期我们带来李宁超清21的体验分享 曾经的二十代被我骂的一文不值 那么这双21能够打个翻身杖 这里是天天的谱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